对公众来说 史蒂夫·乔布斯代表了 21世纪最著名的科技创新形象 但私下里 乔布斯以对日本文化的热情而闻名 他特别喜欢京都 在25年的时间里 他充分了解了这个日本古都 每次到京都 大岛号是史蒂夫·乔布斯要找的人 大岛在乔布斯的四次旅行中担任司机和导游 最后一次是在2010年 就在这位苹果创始人去世前一年 乔布斯在抵达日本时 对想看的东西有一个模糊的想法 但把具体细节留给大岛 多年来两人关系越来越好 乔布斯把他的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给了大岛 告诉他如果有机会来美国就给他打电话 大岛说他甚至会开玩笑地 要求乔布斯将苹果公司的一款产品 以他的名字命名为日 大岛说乔布斯最喜欢的目的地点之一 寻找观赏花园的最佳位置 但没有找到 然后我解释了这个数字的意义 15意味着完成 再过去 男人在15岁时被认为已经成年了 一个有满月的夜晚被称为猪肉眼 或第15眼 我们不能找到所有15块石头的原因是 我们仍然处于工作过程中 大岛说乔布斯似乎接受了这一点 并点了点头 眼睛一直盯着花园 多年以后他把他的孩子带到寺庙 告诉他们大岛向他解释的内容 乔布斯在他的授权传记中谈到了禅宗对他生活的影响 我一直认为佛教特别是日本的禅宗 在美学上是崇高的 我见过的最崇高的东西是在京都看到的花园 我被那种文化所产生的东西深深打动 他直接来自禅宗 2010年7月 大岛在这乔布斯穿过南产寺附近的一个高档社区 一座特殊的住宅引起了乔布斯的注意 那是野村别墅 由野村证券的创始人野村德契于1928年建成 该住宅以其原始的花园而文明 并被指定为国家重要的文化财产 但他很少对公众开放 我告诉他不可能进去 但他说他可能有办法 大岛说他给他在美国的秘书打电话 十分钟后我接到野村总部的电话 说我们已经预约了第二天的个人参观 当他们回了时 一名翻译正在等待乔布斯 大岛在外面的车里等着 当他一小时后回了时 他告诉我我想拥有一个这样的花园 在日本料理方面 大岛说乔布斯总是喜欢吃乔麦面 他最喜欢的餐厅是三岗安川岛屋 这是一家位于彪屋旅馆附近的店铺 他在访问期间总是住在那里 我曾经试图带他去另一个地方吃饭 但他没有吃完那顿饭 大岛说他要求我带他到老地方 再吃乔布斯也喜欢手丝 在他最后一次京都之行的最后一天 他带着家人在著名餐厅 收拾油啊吃午餐 当他的妻子和女儿点了套餐时 乔布斯向老板征求建议 寿司屋的老板回忆说 他问我有没有季节性的寿司 老板让乔布斯先知笔木鱼寿司 然后是由于何下 当他端出金枪鱼的脂肪部分 韬肉时 乔布斯突然沉没了 老板询问是否有什么问题 他问我接下来要上什么 我告诉他我还没有决定 他让我继续供应韬肉 直到他要求我停下来 这条鱼来自青森县的大尖镇 该地区的金枪鱼 因其肥美的肉质而受到欢迎 老板说他一连上了六块 老板说他告诉我 他从未吃过如此美味的寿司 乔布斯与他的妻子和女儿 坐在柜台的远端 这是他在寿司店用餐时喜欢的位置 在用餐结束时 老板请乔布斯为他女儿签名 这位苹果公司的创始人 很少接受这样的请求 但也许是吃饭后心情好 他很乐意地答应了 老板请他再次来访 但乔布斯说这很难 他告诉我 他得了严重的疾病 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去京都 听到这个消息 我感到很震惊 他还让我把寿司 寄到他美国的家里 如果他不能再来我的餐厅 乔布斯的亲笔签名 现在装饰在苏西游安的墙上 附有一句话 一切美好的事物 他可能已经意识到 他的生命将在什么时候结束 因为他在一年后就去世了 老板说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 他选择不写整个句子 而只写前三个词 在乔布斯来访的六年后 一位时刻在寿司店 看到了这个签名 他特别震惊 约翰斯库利于1983年加入苹果公司 担任首席执行官 在乔布斯本人的劝说下 他离开了再百事公司的工作 但两人有分歧 导致乔布斯仅在两年后 就离开了苹果公司 声名狼藉 2016年 斯库利碰巧在苏西游安吃了一顿饭 老板告诉斯库利 他的老伙伴的曾经来过 尽管他们的商业关系 艰难地结束了 但斯库利还是泪流满面 他告诉我 由于他们都从商业第一线退休 他们可以在史蒂夫最喜欢的餐厅 享受寿司 一起享受美好时光 老板说 但是他已经去世了 现在他在天堂